单元2 门市柜台管理作业 第一个操作项目为 门市服务人员顾客服务作业 有关门市服务人员顾客服务的礼貌用语 请参考以下资料 您好 欢迎光临 请问有哪里需要服务的吗 不好意思 我要找这个饼干吗 好 请稍等一下 我去账户炒给您 不好意思 我让您久等了 这是您要的商品 好 谢谢 很高兴为您服务 第二个操作项目为 门市服务人员顾客抱怨处理 有关门市服务人员处理顾客抱怨的流程 请参考以下资料 您好 欢迎光临 这个包装怎么破掉了 不好意思 请您到旁边稍等一下 请问您有带原来购买的发票哦 好 请稍等一下 我立刻帮您处理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这是您的发票跟新的商品 好 谢谢 很抱歉 造成您的困扰 谢谢光临 门市服务考试 如果遇到需要开立收据的问题 请记得要填写正确的公司名称 统一编号 以及购买的品名 数量 单价 金额 最后在新台币合计的地方 要记得用国字填写 您好 请问有哪里需要帮您服务的吗 我今天的消费要打收据 好 请稍等一下 好 请问您的公司名称是什么 红大国旗贸易有限公司 万一收到未操的时候 门市人员可参考以下的资料进行处理 以贞钞来说 100元会由紫红色变绿色 图案为梅花与100字样 200元由金色变绿色 图案为兰花与200字样 500元由金色变绿色 500元由金色变绿色 图案为竹子 圖案为菊花与1000字样 您好 欢迎光临 我要写算好 我这边为您结账 您今天购买的金额是100块钱 收你1000 门市服务考试如果遇到需辨识钞票的问题 可在收取钞票时轻转钞票 右下角钞票面额会有辨色油墨 钞票的荧光透视水印会有不同的图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